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兴许有几个川面奥 开始我哥懂我 行了 别装了 行完了 你给我站住 哥 这来了 这来了 哥 咋是你呢 弟妹啊 咱下次看清楚再打行吗 这大嘴巴的干得大巴的 跟不要钱似的 老郭 老郭 你也是看清楚了 疼不疼啊 疼 你 过来 我不过去 给你媳妇道个歉 没事 快去 道个歉 过来 过去也行 她媳妇才说好了 你不动手就行不 弟妹 她说好了啊 不能动手 好不好 我保证不动手 保证不动手啊 没事 小王 有我呢 有哥呢 肯定不动手啊 你跟谁俩的一起 别动我 那我慢慢缓一缓 大哥 你真没事吧 弟妹啊 下回你还是动手吧 哎呀 你说你干啥呀 不就是藏点私房钱嘛 至于生这么大气嘛 你看给我老公踹着 傻样了她 嫂子 你别生气 关键她不是说钱不钱的事 她也不是一次两次藏私房钱了 你说上回吧 我发现她藏了两千块钱 她愣说是她三舅 放在兜里的 结果我一问她妈 她那三舅都走八年了 我跟你说呀 兴许是她三舅啊 给寄过来的 你没听女妹啊 她三舅走八年了 走了 哦 那是不行 那钱花不了 嫂子 更可气的吧 是今天我发现她兜里 又藏了两千块钱 然后我质问这小子 她愣说这钱呢 是赵哥哥的 你说我能信吗 这就是不对 你咋能往我身上赖呢 谁到了 嫂子 你说 这左脸又是 谁不知道 我赵哥这人品呢 哥 这钱真是你的 好啊 死刑不改 你就赖吧啊 没想到你污蔑赵哥 更重要的 你是污蔑了赵哥的人品 这日子没法过了 咱也别过了 离婚 哎哎哎哎 你没 别 那钱 你赵哥的 啊 这咋是我的呢 咋就不是你的呢 怎么可能是我的呀 找我呼你大嘴巴子 你干啥呀 媳妇 她俩要离婚了 替她扛着呗 快讲这 哦 扛着 媳妇 我的 两千块钱是我的 看见没 看见没 一打就烧了 是你赵哥的 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了啊 我的 我的 对 赵哥 哎 没想到 你也是这种人 是 我也没想到 我咋是这种人呢 你说这以后我还能相信男人吗 哎 哎 不对啊 赵哥那你的钱 你放我们家小王那干啥呀 对呀 我放小王那干啥呀 是啊 你放他那干啥呀 我愿意咋的 我愿意不行吗 哎 弟妹啊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啊 我们发奖金 正好我休息 我就让小王帮我把这个钱领了 是不是这两天挺忙的 还没来得及管他拿呢 啊 哎 不对啊 发奖金了 对 两千块钱吗 赵哥 我明白了 那这两千块钱是你的 对 我的 嗯 媳妇 你看 那奖金你没给他呀 还没来得及给呢 哎 但是媳妇 我可不是想藏钱 我想帮你攒着 等攒足了一百万 我一起给你 写个大启示啊 他是为说咱俩是同情他的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们 不用谢不用谢 疼不疼啊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把东西拿上来吧 啥籃呢 你看看 哈哈哈哈 什么的嘛 浪漫要真实 过日子就要像我的身材一样 哦 经济实惠有品味 敦式丰满有内涵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前师傅 哎 我大姐夫这儿八姐的时候比你大方多了 打乱了我的计划吗 这不是 我回来了 看见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有钱 行行行行 大姐夫啊 还真是 我这回真是小看你了 那我的人生格言是 不愿意为老婆花钱的男人 不是好物业 哎呦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是 哎呦 两千块钱都敢往大姐身上拍 你真行 我认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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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哎呦哎呦哎呦 亮瞎了我的双眼 哈哈哈 来来来 你们竟然往起一站 啊 那就是一个游戏的名称啊 大家来找茬 嗯 天天爱消除 没了 哎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好看哎 姐 是不是对门商场买的 对呀啊 你那也是吧 那当然是了啊 两千块钱啊 一开始卖两千 后来我跟他说 别别别别 十 走走走 什么呀这是这么多的 做饭去 做饭做饭啊 这你结婚纪念日 你你你不得做点好事 放弃你看我都买好了 媳妇我做饭去了啊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你今天呀啥也别干啊 你就歇着 你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 玩好 穿着衣服 显摆好 我的人生格言是 不让老婆干活的男人 才是好物业 行了 老婆我做饭去了啊 哎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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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啊 你这一进门这两句格言 可以在咱们家门口贴个对联 怎么呢 上联是 舍得给媳妇花钱的男人 那才是个好物业 嗯 下联是 不舍得让媳妇干活的男人 那才是个好物业 嗯 横批你永远都是个物业 这啥 好物业 行啦我做饭去了 哎我去吧 我呦我去 我去 我呦我去 你去吧 我了个去 我去什么我去我不会 我就吃了 你光说我不干 对 哎 我大姐夫这回可真是让我刮木箱 肃然起 肃然起啊 我是啊 哎 一个吃大葱都舍不得蘸酱的人 今天居然买酱了 哎 一个两块钱 哎 都舍不得坐公交车的人 今天居然打低回来了 我受不了这个 其实啊 我不想他给我买这么贵的裙子 可我跟他说呀 他就是不听 哎呦呦 哎呦 这嘴 嘴上这么说 心里美着呢 这这真没意思 你这人 哈哈 大姐 嗯 你这裙子确定是我大姐夫 在商场给你买的吗 是啊 啊 钱师傅 和我大姐聊着 我看大姐做什么好吃的了 嗨 你你你 嗯 大姐夫 问你个事啊 你说 我大姐那衣服是你从商场买的 对啊 咱们对面商城买的 花多少钱呢 两千 嗯 我就知道马不过你 我跟你说啊 原价两千 人家商城打折 最后砍到一千八 你大姐不让跟你说 这不是怕妹夫看不起咱们吗 嗯 你再想想花多少钱买的 一千七百五 再使劲想想花多少钱买的 一千七百二十五 大姐 我大姐好骗 我可不好骗 我曾经卖过服装 知道吗 一看那衣服 就不是两千块钱的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是两千 是一千七百二十五 二十五还差不多吧 啥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一扣子你都买不了 二十五 大姐夫 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啊 我大姐多实惠啊 你跟她说啥她就信啥 那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 你怎么还骗的是牌子呢 你说都万一出去跟人显摆去 到时候让你识破了多磕着呢 啥地摊货呀 这商城买的 怎么地摊货呢 哎 你以前挺实在 你现在咋的啦 我咋啦我呀 喂喂喂喂 怎么 怎么了这是啊 二米粒啊 今天是大姐夫和大姐的结婚忌日 什么忌日 纪念日 纪日 喂喂 哎呀 说错了不行了 首先是我大姐夫 找个夯子 不可能 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那我二姐夫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 能在乎这点钱吗 那就是我大姐 拉倒吧 越说越选 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 能干这事啊 排除 是啊 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 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啊 啊 谁 这个人 嘴挺馋 爱吃肉 还没捡 你爸 哎呀什么玩意 我当孩子讲经我 干什么玩意 都说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 感情他爸不是你爸 站起来 快坐下来 正找你呢 过来 拿不拿我那三十块钱 不是 咱家 啥地方有三十块钱 啥地方有三十块钱 看着没 我记真链的 我就藏在影集里了 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 今天没了 你看你找吧 不是不是 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三十块钱呢 啊 啥时候藏的 四十来年了 那也就是说 你打回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 啊 咋的啊 你别问我怎么那件杨怪事啊 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小米粒 不是 爸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 我那是打退休以后 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 没事我藏个十块八块的 这要让你妈知道 哎呀我的天 那我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 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 都管我叫藏四方钱爷爷爷 看见呗 面前这位 他已经有藏钱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隐藏得多深啊 庄里多像啊 庄里像个哥哥 其实他就是个嬷嬷 在藏钱 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 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 不是 你是我师娘 你是我奶奶 你就是我祖宗 他有孩子 他有孩子 你说站好 你吼我呢 你胆肥了 你好我呢 爸你咋跟我妈说话呢 不是 什么呀 我每回藏钱被她发现不就这样吗 站好 检讨 哎对了 对了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别给我吧 你好好说 哎呀 哎呀 爸 拿仙人球干啥呀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 每次我长田被她发现了 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面租 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面租 这个你给医院打的电话 啊 他这个车吧 最近这两天走没走 丢什么人 我是正常人 你还正常人 你不办正常事啊 你这 那别默契好不好 一句话 换不换 换 小米烈 你同意我换了 我同意我换 毛钱 你这么想 万一她是骗子 那吃亏的是我不是女 对不 那她要不是骗子呢 那我就吃点哑巴亏呗 小米烈你挺奸的 管占便宜叫吃哑巴亏 哎 你换眼神 等咱俩结婚的时候 我就不用买房子 工作过的地方 这里边也有我的情怀 爸你不是宣传队的吗 我是宣传队的 但是我体验生活 我就工作在铸造厂 二车间 我说看你这么面熟吗 你是那大老李 你拉倒吧 那大老李是翻跟头的 十年前把腿翻翻了 连人都带走了 我姓饭 说相声的小饭 真是老饭了 这么巧啊 原来你俩是公有啊 没错啊 我有点想起来你是谁了 我谁啊 你那个姓就跟别人不一样 全国也没有几个 他姓 姓� 他叫鞠 鞠号 鞠 他叫鞠 鞠号 什么鞠号 鞠号 鞠号是演小品那个臭小子 他大名叫鞠鞠什么节 鞠什么节 鞠两个节 说还活得了吗 不是 巨兆节 对 巨兆节 你看 这一笑想起来 看这俩虎牙 这牙长了吗 理出外劲呢 哈哈哈 哎呀 连年轻时候 浪漫 浪漫浪漫 你办年轻时候可没变化啊 到现在啊 二十岁就出顶 是不是啊 一分数就没多少 我那个时候 我就在车街里啊 我辅导那些文化武员 演节目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 最有名的明星是谁不 谁啊 朱别林 我知道 我也知道 他演朱别林 比朱别林还像朱别林 那是个全场的所有的女之公 大姑娘小媳妇一见她 哇 不行 知道吗 把她追的跟西门劲似的 哈哈 好汉武器当年有 哈哈 老伙计 你去啊 你今天就在这儿 来个情景赛线 让他们也一睹你当年的风采 对 喂 来一个 来一个 你眼睛都是不是得笑 比貌啊 小摆棍啊 不是你也知道什么礼貌拐棍啊 我当然知道了 我不搞直播嘛 我们那有魔法卓别林的 哎 这不我道歉都齐的 我叫你 来来来 我叫你啊